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部分的人都要利用靠音的时尊来做一些研究工来补贴家 就因为这样 在地人就联出一首赤手的浩江湖 让破族地区这个赤手工的工业流团 现在走到开完路 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现代有更充满到少年感的浩江湖 这就是浩瀚精品秀艺的浩江湖 那我是神府的第三代 那我们以前小时候看到那个很大件的神明衣 都会把他拿起来穿 小朋友就小小小的要把他拿起来穿 拿起来穿之后再跟隔二在那边打架 就好像我好像有如神助这样子 通常穿完之后阿公看到就开始要哭了 小时候就是这个环境 那时候还不会去想说我要怎么把他发展这样子 到高中的时候人家跟你讲说 你们家在做什么行业 我们都不敢讲 我们都觉得很丢脸 有一次跟同学讲说 你们家在做什么 就说我们家是在做神医的 同学就跟我讲说 你好嚣张喔 老爸是医生就医生还神医 我说没有啦 是神明的衣服 就是 以前小时候大家也不会去了解说 这个产业是什么 那长大之后才知道 我们做的是人家的信仰 原来是那么的重要 23年处的周浪亭 从小到大到大 生质综综综统签尾 但是 他的头脚转得比百人更快 靠到敏锐的直觉 以及在小时候说 中传统的三业 转变成为现在最好的文聪三业 其实那时候大学就考得很差 那时候 像现在看到那个电视在演那个通灵的时候 就觉得很好笑 那时候在人家在通灵的时候 他就问我们说 你想要考对一间学校 我想说真的找到救世主了 大学的时候 快点写 他说你只要把你想要读的哪一间学校写下来 神明就会帮助你 到时候你去考试的时候 你只要遇到不会写 你就把它摸一下 摸一下那一张福令 那个人家就会帮助你这样子 结果两个考出来都是28分 就是总级分加起来就是28分 结果两个人双双考上稻疆 结果我们一路从幼稚园 国小、国中、高中、大学一直下来全部都在嘉义 我就逃离不了了 那到了稻疆的时候我就想说好吧 那就既然就真的要再嘉义了 然后我们就 我那时候大学的时候就一直去看一些天下元件的杂志 要了解怎么去做品牌 怎么去行销 把我们这个产业行销 那直到出大事的时候就想说做自己的品牌 那一直做做做做就做到现在 其实那时候就跟父亲一直建议说 我们应该要我们自己的品牌 因为我觉得衣服也有它的品牌 帽子也有它的品牌 手机也有它的品牌 就好比说我们现在穿的袜子 我们也有袜子自己的品牌 那我觉得为什么我们神明衣 不能有自己的品牌 因为如果唯有发展自己的品牌 你才能去对抗大陆的一些外来的竞争 电话吧 除了文宋上品 周朗廷对着国品电影 电头的列条 也让他自己的作品有机会在电影上面 给大家所看到 这个电头的红子 也是周朗廷到目前为止 最爱的作品 2012年有一部电影叫镇头 那我那时候有做一只娃娃 那这一只就是我们的娃娃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作品 那因为在电影上面 第一是我们的文化产业 可以到电影上面去发展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 相议说 人要衣装 佛要精装 这个神明衣的配色和同样 也是非常的工具 不可以互买乱穿哦 其实神明衣 那个妈祖 他就是有固定的颜色 比如说 黄色 橘色 红色 那土地公 他有土地公 他要的颜色 土地公有 就是蓝色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穿 就穿橘色 像我们的观世音菩萨 他就穿莲花 他不可以乱穿 你不可以把它再加一只龙什么 观音他就是莲花 他不然就是竹衣 就有竹子的 不然就柳叶衣 这个就是有照传统规定来的 这个是绿色 这个就是观光的 有没有 他的那个龙袍 你观光不可能去把它穿莲花吧 这得也观光 红色是宝生大地 还有租府千岁 有时候客人也是会把那个 他们家的妈祖也是穿红色的衣服 那我们 基本上我们上面的龙图腾 不要去改变它 那我们后面 龙的图腾在这边 后面我们自己还做一个聚宝盆 就是你可以再加上你的设计 没关系 但是你不要把它变动太大 你变动太大你就会变成很奇怪 这是虎爷的战甲 虎爷的衣服 这个是棉花 这里面是塞棉花的 因为这个已经被鞭炮炸过了 为什么我们鞭炮炸过 我们还会把它留下来 其实 人家说 新鞭泉过棉 你不要把它烧掉 你把它留下来 把它放在柜子里面 还是说 用纸袋把它包起来 孩子会拖着 可以讓它增加它的那種 我們在太怕 那這個是棉花的 這是鋪棉的 它上面就是凸的 這裡也是凸的 越多條越粗糙 越少條它越精緻 這個是八條的 它有六條的 有四條的 有三條的 有兩條的 兩條你想想看 這個兩條蔥要綁一個 兩條蔥綁一個 這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簡單 到最晚期我們自己在做品牌的時候 甚至有那個人家不知道怎麼幫神明川 那我們就親自服務到家裡面 那時候媽媽就會覺得說 你有需要去到人家去人家 我們已經全台灣都賣那麼多點了 但是我是真的很想要去了解 我們台灣的這一些 這一些 這一些深入到家庭 人家有拜多少生命 那時候就到人家的時候 有一天有一個客人打給我說 老闆我要換衣服 我就說我要換衣服好啊 不然我去台里 我去台里換 他說你們可以到這邊來幫我們服務嗎 我說可以啊可以啊 我就去那邊服務 去的時候是一個阿伯 大概八十幾歲阿伯 他就跟我講說 我們這一件衣服已經二十幾年沒有換了阿 好不容易有人可以肯來幫我們換阿 他一生就是很想要幫他們家的神明換衣服 他就講講講 我就說好那我快點幫你量一量 三個禮拜 兩個禮拜之後要去幫他穿衣服的時候 他的那個子女打給我說 叫我先不要去 他就說你先不要來 你要穿的時候我再通知你 結果再隔了兩個禮拜 那個人就通知我了 他就通知我啊你可以來換衣服了 我那時候就想說好吧那我就去 我就去台里換衣服 去台里換神明衣 我進去他們家裡面的時候 他是一個桌子 跟我去的時候不一樣 他把神明請下來旁邊 請下來那個神桌的下面讓我換 旁邊放了一個小小矮燈 你知道那是什麼嗎 小矮燈上面是那個 當時跟我接下來那個人的遺照 他兩個禮拜前已經過世了 他就說我爸爸 我這四人最大的懷孔 就是想要把我家的神明 換一件新衣服 但是都沒有人會幫我換 好不容易你也可以來換我爸爸很開心 到時候我爸爸兩禮拜前過世了 結果他就把他爸爸的遺照放在旁邊 他說你換沒關係我爸爸有在看 結果我就這樣幫他換換換換完之後 那時候我就開始跟裡面工廠的阿姨 跟工廠阿姨講說阿姨我們要走出去 我們要走出去 走出去幫客人去換神明衣 去做這個服務這樣子 阿所以到了我們這一代 就慢慢的走路家庭 就幫人家換 為開始經營浩瀚到現在 就讓聽說自己可以走出去 跟別人不一樣的方式 是因為他堅持怕自己的路 我們都會做一些比較冷門的 現在如果說大家在做媽祖 我們就不做媽祖 我就要改變不一樣的思考模式 別人要做什麼 你就要做什麼 我覺得這樣產列才會比較健康 才會比較進步 我從去年開始去年底開始 我全部的店包含宜蘭傳藝 一大世界建屋山 還有很多知名的景點 還有成品書局 我幾乎全部都把東西收回來了 我都不賣了 你要就來在地買 因為你買到了150塊 你不是只有花150塊 你還會去吃一碗滷肉飯 你還會去吃一碗麵 你還吃一個簡餐 你還去看當地的鳳梨酥 你還去買土豆 那我先覺得說 我們是賣這個150塊 是賣這個200塊 但是你周邊帶來的效應 我想要像日本這樣說 他來這邊是買到他們這裡的專有東西 而不是我們這個東西是在全台灣都買得到 因為堅持到在地的共同興奧的精神 周浪廷將全台灣的三片通路 都收回回來破綠 就是希望可以將文創 扎根在破綠這個地方 這種的精神實在輸人心配 我們是希望說 把台灣的一些文化文創 把它延續下去 有一些 繡裝老繡裝它為什麼會斷層 它就是因為 所以他們就覺得說 我不要賣了 我會怕你實在這麼辛苦 做到我這代就不要再做了 所以就這樣就斷掉了 就好像其實爸爸原先也沒有 要我們去傳 是我們自己想說 我們要把它傳承下去 那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這樣 我們要一直傳承下去 因為畢竟這個文化產業不能斷 就好像廟裡面 我們不能讓神明沒有衣服穿 所以我們要一直做 我們也不能讓香客拿不到香火袋 我們要一直做下去 要一直讓人家拿到不一樣的東西 要改變這個產業 在當作市裡面 看到它的努力打招 就是希望 能將恰熟這項傳統的工藝 團成下去 一閃一閃 用香酒提出恰熟三顏美好的味道 《詞曲承軟作》 《主語》很動的 《詞曲承軟作》 《詞曲弗3》 《詞曲承軟作》 《詞曲承軟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